丢年平安 现在画出我们脚前灯路上的光 那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十四章 三十四到三十五节 盐本是好的 盐若失了味 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 或用在田里 或堆在粪里 都不合适 只好丢在外面 有而可听的 就应当听 那这段经文是我们很熟悉的 但是我们先了解一下 它的一个文化背景 那这边讲到失了味的盐 那在我们的理解里面 我们会觉得 盐不是就吃掉了就没有了 怎么会有所谓失了味的盐这件事情 那我们就要了解 在古时犹太地方和中东地方 它那个地方吃的盐 大多是矿盐或是井盐 那矿盐呢 就是它从矿场里面挖出来 那就有一颗一颗像拳头大的石头 而这些石头的外层 它是包裹着一层盐 那这些盐呢 一方面有许多的杂质 所以它的咸度其实是比较弱的 那另外一方面 当犹太人在做菜的时候 就把盐块放到锅里面去煮 那等到咸味够了之后 就再把那个盐块拿出来 那这样反复几次之后呢 外面的那个盐呢 就会消耗殆尽 那就剩下里面的石头 所以里面的石头就没有用处 所以就会被丢到外面 所以这个就是指 在当时盐经过几次的使用消耗之后 它外面的那层盐就消失了 所以盐就失了味 它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 当我们认识了这样的背景 再来看这段经文 我们就可以体会到 耶稣要的是我们的生命 从里面到外面真正的改变 不是像盐块一样 只有外面一层是盐 但是里面绝大多数 却都是石头 那当然这也暗指法利赛人 他只有境前的外表 却失去了境前生命的实质 那我们也当了解 如果我们没有从生命里面 真正的改变 那一切表面上的良善 其实很快就会消耗殆尽 那另外一方面盐的作用 就是拿来调味 杀菌防腐 这就表达 纠毒的生命 我们应当期待自己 是能够带来和睦 并且在世界里面 在群体当中 能够因着我们的存在 而不至于败坏 当然有的时候 我们也会认为 我们自己也不见得 有足够的力量 去改变整个败坏的诠释 但是至少我们需要先能够保守自己 不要被罪恶所吞没 我们需要特别警醒一些情况 如果我们失去了本来蒙恩 蒙昭要得的恩典跟祝福 变成了不冷也不热的温水 或者是变成了心怀恶意的人 那就很容易落到 在这边所说的失了胃的炎一样 就会变成我们做什么都不合适 要服侍神也不行 要到世上跟人家厮杀 又拼不过人家 那就落入到一个行善无力 作恶无胆的窘境 如果我们在这样的情况当中 不断的让时间流逝 那到最后进入到永恒当中 要与神交叉的时刻 那我们就会在黑暗当中 哀哭切齿 因为在我们的里面 没有神的性情被做成 没有神丰盛的荣耀 我们没有办法与那一位尊荣 那一位极其明亮的神同在 所以我们要做基督徒 我们就需要持定主意 我们要知道不论什么样的事情 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不论任何的事情 都不能够叫我们 离开基督的真道 那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智 我们又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 那圣灵的能力 必然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运行 帮助我们一天一天 做成基督的荣幸 那耶稣基督在讲了这段话之后 最后又再一次说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就表示这些话 对于愿意听的人 那是应当要去领受的 那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都能够成为那 有耳可听的 那如果我们自己心里面 有一些强固的想法 那么面临主的话语的时刻 我们虽然听是听见了 有的时候我们因为 坚持着自己的想法 我们就变成有耳不听的人 那有的人在他的生命里面 其实并还没有具备这样一种 认识真理的一个基础 或者是他听了也不明白 那这就是一种无耳可听的现象 那我相信在这里我们一起分享 接受这样的信息的弟兄姐妹 我们都是那有耳可听的人 那这些话 就是对我们来说 特别要紧 以及我们需要更认真的去思想的 那愿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得着从神来的 祝福 跟随神 跟随 我们永恒的父神 祝大家有美好一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